第五部分 被動語態中 敗加受詞的省略 其實敗加受詞 敗後面加了人 其實可以省略 那什麼時候省略呢? 當產生動作者不明確 或以為一般人時 則在被動語態中 通常省略不顯 那這類句型主要強調事件的敘述 而不是強調起因或的是行動者 那什麼意思呢? 來主詞 如果是people lay someone with you 你看這些詞的時候 那它的被動語態可以寫 也可以不寫 可以省略掉 那下來例句 people can eat the apples 那被動語態我們可以寫的是什麼? 人們可以吃蘋果 那被動是什麼? 蘋果被人們吃嘛 那蘋果被人們吃 人們可以怎樣? 因為people是一般人 我們強調的是蘋果被吃 而不是人嘛 people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people寫字 所以我們要怎麼寫 the the apples can be eaten 可以被吃 那我們如果平常我們會寫by什麼? 可以寫誰吃? by people嘛 那這個時候會不會省略? 可以省略 可以不寫對不對? ok 所以你們要寫喔 像people lay someone you we 這些看到這些主詞的時候 可以寫就不寫 那寫就不寫他們屬不屬於被動 也是屬於其實把它寫就掉了 來第六大題第六部分 被動語態的疑問句 來一個yes no疑問句 先以直入句的方式改成被動 然後再把疑問句的逼動詞 或者是入動詞放在聚首即可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下面的例子 來 Do you love me? 你愛我嗎? 被動說 被動什麼? Am I loved by you? 我是被你愛嗎? 對不對 你折好啊 這叫什麼啊? 來 Can I eat the ice cream? 我可以吃冰淇淋嗎? 然後被動 Can the ice cream be eaten by me? 那個冰淇淋可以被我吃掉嗎? 對不對 這樣ok嗎? 就是把 主要是什麼? Do you love me? 把它改成B 因為我們被動要怎麼樣? B加PP 所以 Do改成 Am Am I loved PP by you? 被你愛 那 ice cream被吃 Can the ice cream be 被 你移稱 by me? 那我們來看下面 補充 第一個 進行式被動語態 然後進行式的被動句 這個是肯定的 第一個是肯定的 來 主詞加逼動詞 再加 RNG 再加PP 加拜 加受詞 那 否定呢 就是在 B動詞跟 Being的 中間放入 Not 然後後面是一樣的 那什麼意思呢? 來 我們看第一題 The police are taking the men to the hospital 警方正在進行式嗎? Are taking 正在帶著那位男士到醫院 那我們要怎麼寫? 誰被帶? 來回答我 誰被帶? 嗯? 誰被帶? 很好 那個男士 所以我們要把什麼寫在前面? The man The man is 因為the man是主詞 所以它的 逼動詞是 is is 正在被帶嗎? 所以is 被帶 being 被帶 being 然後呢 taken being taken to the hospital to the hospital to the hospital 被帶去醫院 可以誰帶? to the hospital by the police OK 來 the second one 第二題 Are the workers cutting down the 鎖 tree 那些工人們正在修剪那些大樹嗎? 那被動怎麼寫? 什麼東西被修剪? 大樹很好 所以 來 這裡 大樹被修剪 那它的B動詞是什麼? 我們用英文句 所以B動詞是用 is開頭 大樹是用 is is the victory is the victory 然後正在被修剪嗎? being 正在 being 然後被 pp being cu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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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